属性同好会原作现在咋样了 该作其实是由村野有诗老师 与2008年在角川集团旗下的 月刊漫画杂志Comic Alive上 还加入了很多反差巨大的搞笑角色 比如动画第12集 最后不是出现了这么一张图片吗 别看这个角色 长得像一个滑稽一样的坏人脸 实际上 她是一个比温柔的女三号 传哭还要善解人意的学姐 后面的故事中还加入了 一直想要逼男主推出游戏部 但实际上是一个超级解控的 女一号卢花的妹妹 主角 还有特别嫉妒自己妹妹 羡慕妹妹有这么大的胸部的 女二号高尾的俩姐姐 同时还有反派角色 拿冰淇淋碰瓷高尾胸部的 别的学校的游戏部部员 依靠惜别人叹气增加幸运值的 另个学校游戏部的部长 这样的角色还有很多很多 而且后面的故事剧情 就总是突然间就进入了几个人 掰头的游戏对决之中 然后又总是莫名其妙的 男主这边就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就这样男主还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没有个性了 因为男主一旦换发型 别的妹子就认不出男主了 所以男主就找了那个 特别温柔的学姐商讨该怎么办 后来在动画里出现过的 那个双马尾的学姐鼓励之下 男主选择与学校最强的女人 女主卢花用游戏单挑 好一次成为学校里的王者 让大家对她的印象更加深刻 于是男主在某个上学的早上 向卢花发起了游戏挑战 并最终靠自己剔的光头 用假发骗过了女主 成功赢了一次女主 不过光头的男主 还是会被别人误认成路人角色 而男主的头发 几天之内就长回来了 而且非常的扎人 能扎腾到 让失去理智的人 瞬间清醒的那种 但如果你非要问 男女主的感情进展如何的话 漫画里倒也有 突飞猛进的剧情 比如女主卢花 他们家被流星给砸了 无家可归的卢花姐妹 最后投奔了男主 借住在了男主他们家 而为了避免男主 干出点禽兽的事情 女二号高尾 也跟着住进了男主的家里 甚至后来都住习惯 不肯走了 好在男主周边的朋友的帮助下 女三号传哭 也住进了男主家 然后这时候 男主的爸爸还回家了 直接就给他爸爸给看傻了 不过后来 卢花他们家重新盖了房子 几个妹子 终于还是搬出了男主家 回去住了 不过临走前 爸爸把不小心顺走的 照找给了男主 让男主找机会 还给女二号高尾 所时把儿子给坑得飞起 而以上说的 都只是这个漫画的冰山一角 故事里面 捏他其他动漫的桥段 都可以跟银魂有的一拼了 唯一的遗憾是 这个漫画月更 跨度又太长了 追的有点累 而几个妹子跟男主的感情 估计不到结局 是不会分出高下了 好了以上就是 属性同好会 连载到现在的大致剧情 本视频只是说了一个框架 各位真的喜欢的话 还是建议去补一下原作 的动漫原作是咋完结的 本期视频点赞过五万 我就两天之内 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